这些东西不可能马上学会 所以我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云端上 有些同学习惯蛮好的 会把云端白板的东西列印下来 然后参考 其实这些习惯非常好 而且以后你当然最好也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 都是重点 我尽可能当然 需要注意的 我就尽量把它用那个黄色的字mark起来 以后的话你就有机可循 再来接下来如果你要真的学会 就是反复应用 反正用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习惯了 也没有多少 再来就是说千万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 因为你一定会忘记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忘记的话 请你放在一个地方 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找得到 大概就这样 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把它做成云端白板 那我自己回头看我也方便 对不对 另外呢 可能你也可以用拍照的 可以用录影的 其实各种方法帮助你记忆 因为真的人 尤其年纪更大的时候 那个记忆力衰退的也更严重 那所以慢慢我不太相信我的记忆力 尽可能还是把它记下来吧 然后呢就去看一下 然后马上就可以唤醒 OK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我刚刚讲的那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如果希望我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怎么样呢 把这一些类骨 那我中间有多空一列 主要是因为跑太久了 那我希望它一个一个的帮我把它下载下来 但是前面的范例是下载到一个一个一个的新的工作表 可是我现在不需要 我现在只希望它帮我下载到同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这边有个按钮 假设把这边先删掉 好 那我就按这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 它会帮我做什么呢 第一个会先帮我 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第二的话呢 就把我这个范围里面的 一个类骨一个类骨的资料呢 全部都下载到这边 并且怎么样呢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食品 一直类推 这样吗 OK 好 那这样一个一个就是按下它 自动一个一个帮我下载 那因为我这边有到电机了 所以底下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就OK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可以不是放在不同的工作表 而是放在同一个哦 那里面基本上 可能你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可能 我的第一个做是 先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把它改一个名称 就叫下载 然后我可能需要判断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下载的时候 应该下载到哪一 哪一 哪一 哪一列 那在哪一列的话呢 其实跟前面有一个城市 还蛮有关系的 哪一个城市特别重要 就是实际上我们在模组里面的那个下载 这边有个下载 股市下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range range A 那将来基本上 我们一定还是下载到那个A栏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让它往下放的话 那基本上 那我可以去更改这个数字 比较好 比如说我今天下载完之后 然后呢 我侦测一下最下面一列 到哪一列 然后呢 我就让它加1 不就好了 加1 不就再下一列 然后再向下 再加1 再加1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股市下载的网址 后面逗点 再加第二个参数 就是列数 应该在哪一列 所以呢 这边的话我这边有多增加一个 股市下载 后面底线 单个工作表 那这个 程序 这也是公共程序 跟上面那个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我名称改一下 这个一样 多一个什么 列数 那列数的话呢 记得哦 网址不用改 这个地方改 那本来 它应该是 本来应该是这样 本来是A1 对不对 那这个后面没有 那改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因为列数它是一个引数 引数其实就跟变数使用的方法差不多 那我们就是先把1删掉 第二个的话呢 后面空白 and 再空白 把列数 把列数怎么样 搬过来 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空白的这个位置 按个Ctrl键 我习惯这样 它就可以怎么样 and 列数了 OK 所以呢 我将来 在跑回圈的时候 不用新增嘛 所以特别是再来就是 我主程式应该批示新增工作 这边应该不用批示新增工作 应该是批示下载到 所以这个应该是批示下载好了 这名称改一下 这样比较合理 批示下载 单个工作表 OK 批示下载 等下它名称我可能改一下 好 那所以第一个 一样是call 这个其实可以由刚刚那个批示新增的那个拿来改 一样删除 那新增的位置 本来是在这个回圈里面新增 可是现在不用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上面来 在这边 那名称的话 新增到哪里 新增到最后面 名称要下载 OK 再来的话 一样for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取得它的什么呢 取得它哪一个名称X 再来的话呢 它的网址 接下来的话 下载的话 特别重要 就切到那个我们的第二个工作表 就这个下载这个工作表 那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 会有两个判断 什么判断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呢 里面完全没有资料的时候 比如说你里面全部空的 第一次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从第一列开始 那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完全没资料呢 所以这边的话我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Range A1等于空的 表示什么呢 它里面完全都没有放任何资料 那我就从哪边放呢 从第一列放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先R等于0 你想说R 老师那我R为什么等于 因为后面会加1 如果后面如果你不加1的话 那这边直接等于1也可以 OK 那我的习惯是R先等于0 反之的话呢 就是到它的那个最下面一列 它的最下面一列 比如说 假设这样 假设这边 已经有第一笔了 对不对 假设这样 我就是Ctrl向下 侦测到第八列 可是我再来 我应该放在哪一列呢 应该放第九列 有没有 所以R要加1 OK 所以这边的话 有个逻辑判断 判断是不是第一次 如果是第一次下载的话 那我就R等于0 反之的话呢 去追踪到它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call 股市下载单个工作表 然后给什么 给网址 Y 跟刚刚一样 再来的话呢 R把它加1 所以你想说 老师 你刚刚为什么等于0 因为我上面 下面会加1 加1之后 就从第一列开始 所以你把它传过来之后的话 它的列数 就会从R1开始 然后后面的话 一直变更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每一次 每一次 就可以让它增加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 假如这个把它删掉的话 然后 这个名称 我刚改了 把这个改一下 好 来 等一下我这个名称改一下 比较 比较合乎实际上 OK 那这边的话按下去 自动呢 会帮我把 这边 因为我只有5个 所以它就直接 一个一个下载 下载到下载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水泥啦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当然如果你有很多 它就一直往下跌 OK 所以可以下载到同一个 但是哦 这边还少写了一个 但如果你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可以试试看哦 因为下载还是非常花时间的 所以哦 是不是可以按下它 也是跳那个 跳个表单 然后还是会有个进度状态 不过这个可能你自己想想看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批次哦 不是新增工作表 而是批次下载就好了